咋认识的 就是一开始嘛 就通过默默 然后正好交往了 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就过年了 然后就去她家里边 然后觉得都谈得挺来的 然后就把婚定了 18年时候结的婚 孩子也有了 现在孩子半岁 半岁 男孩女孩 妹妹 妹妹 你应该很幸福是吧 对 我觉得 但是我就不知道 怎么回事了 我们俩结婚一年多吧 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她对我吧 好像就总是看不惯 我毕竟在经营 一个店嘛 然后每次回到家之后 然后我连大气 都不敢喘一个 喝口水 比如说把水杯 放在桌子上边 她都能跟我吵一顿 什么叫我想跟你吵 每天事情就好了之后 我会跟你吵吗 不是 关心事 我现在都不知道 怎么样才叫 我在你心里边 我把事情做好了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 我做孩子的事情 她拿着手机 在沙发上躺着玩 然后我叫她去做 她就让你一直拖延时间 那不 我也是 白天在外边累一天了 我想回家休息一下 你们俩怎么生活呀 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跟我爸妈 帮你们带娃 基本上没有 因为爸妈也在上班 孩子谁带 孩子 我老婆带 谁做饭 她在做饭 公婆有时候 还能稍微搭一把手是吧 对 还好啊 怎么了呢 她那些朋友 一个劲儿都叫她出去玩 一个劲儿都叫出去玩 明知道她有孩子了 要得在家里边带孩子 也非得拉拉出去玩 我也不是天天出去玩 是很少吗 回来她就说我 那一次她去接头发 接完头发之后 你说她接雨就算了 她就把头发染了 你说那个六一个大的孩子 她本来就喜欢抱着头发啃 你不是让我剪头发 我也去接吗 就是我怀孕之前 反正也是长发嘛 因为我比较喜欢长头发 怀孕了之后 应了之后 我去把头发剪了 当时我剪的时候 我心里也特别难受 我就绝了之后 然后回来她就说我 接头发你就算了 你还去把指甲做了 你不是要在家里边 带孩子吗 那指甲做了 你还贴片 还贴钻 那不是当天 装料不得话的时候 就把孩子给刮了吗 我不把指甲歇了吗 刮都刮了 那歇了就成了 你就不知道 我就说你在家里面 基本上是我在叫他做 他才回去做 是不是觉得 其实还没准备好 那孩子就来了 有点急 孩子根本就是一个意外 我们根本就没准备好 我要这个孩子 反正当时 已经孩子怀上了嘛 毕竟 我就想生了就生了吧 然后但是久了 感觉生活反正就是 怎么都变了 不像以前一样 就比如说有一次 我朋友约我去龙佳乐 然后当时我一跟他打电话 我叫他回来带孩子 然后他就说他忙 反正就是每次 我叫他回来带孩子 他都会找借口 他就不带 然后每次我把孩子 带出去回来之后 他就会说 我就不像是我去龙佳乐玩 把孩子被蚊蚊咬了 他说你带一个孩子 带跑啊什么什么 只责我 当时我叫你回来带了 你说你忙 就会找借口 然后我只有把孩子 带着去了 然后回来之后你又骂我 我那个时候在摊里边 我抱一个六个月大孩子 我去带他去遭罪 还是咋了 本来那个时候 本来也挺忙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我一个人在那 还有就是 你不知道等孩子 稍微大一点的 我带你出去玩 那不行吗 非得跟你朋友出去玩 现在还是 你有时间吗 你不是说 你天天要应酬呀 什么什么的吗 那应酬我 提ора 发行 他们都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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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